在娱乐圈越来越多的女星追求一种中性美 理一个短发 穿一身酷酷的衣服 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帅帅的小哥哥 直接称自己为粉丝们的老公 接下来 就让我们看一看娱乐圈中 有哪些帅起来甩男星几条街的女星 范冰冰 现在网友们喊范冰冰都习惯了范爷这个称呼 并且范冰冰也很喜欢这个称呼 从自称出身豪门从不靠男人 到他走红毯身披龙袍 还有他出演的一些角色 再加上范冰冰本身 豪爽霸气的性格 范爷这个称呼用在他身上 简直不要太贴切 古丽娜扎出道以来并不顺利 但不可忽略的是他的颜值 他的美是那种可高冷可妖艳的 他可以是千姿百态的小女人 也可以做一个高冷霸气的男人 美起来迷倒一片男粉 帅起来又会迷惑到一众女生 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男女通吃狼 看亲子在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播出后 那些美照引得多少网友羡慕 随着大家对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大家发现看亲子的中性照片一样魅力十足 剪一个短发 换一身衣服 一个冷艳眼神 一个邪魅的微笑 不知又有多少少女的心在砰砰直跳呢 说帅气的女性 怎么能忘掉七薇呢 七薇在大家的印象中一直都是一个 豪爽的汉子 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在影视作品中 七薇都是一个女强人的形象 虽然如今的七薇有一头长发 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柔弱淑女 不过她帅气的形象早已在观众心中扎根了 迪丽热巴是新疆妹子 五官看上去很有棱角 这样的妹子如果扮相 稍微扬刚一点 那肯定是帅到吊渣 简直掰弯了众多妹子 当然 清纯扮相的迪丽热巴是最吸引人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